HELLO 大家好,草妹的Rodex 今天要帶來介紹的就是一個裝備的介紹 為什麼突然又要再講一次裝備的介紹呢? 就是因為現在科研已經來到了三期嘛 所以又多了很多新裝備 尤其是科研的武器裝備 一期二期三期都多了很多裝備 所以可能剛接觸的人又一頭霧水 不知道該怎麼選 所以這一次開始 就是從零開始到三期 教你如何去選用這些裝備 那今天的目的就是先從戰艦主砲先教你怎麼選 那後面還會有一些驅逐、重巡、輕巡 這些東西我都會帶你認識一遍 所以不要緊張 一步一步跟上 那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吧 好,首先我們來先講一下 戰艦主砲這個武器要怎麼選 你一開始應該會很麻煩去說 為什麼戰艦主砲這麼多要選哪一個會比較好 其實在做戰艦主砲選擇之前 你必須要了解一個很大的觀念 就是戰艦必須要調速 調整速度 調整發砲速度 這個想必應該很多人多少都有耳聞 那實際能不能做出這個結論 也是另外一回事 為什麼要做這個戰艦的調速 假設今天有兩隻戰艦同時在場上 那如果你們兩邊都是裝一樣的主砲的話 看起來好像是不錯的輸出 但實際上打出來的輸出 卻是差很多 為什麼? 因為兩邊裝備一樣的主砲的時候 他們兩邊同時的CD會是類似的 很接近 所以你會有很多時間在發砲的時候 浪費了很多不必要的輸出 因為敵人死掉之後 他雖然說會重生 但是有幾砲基本上會打到海上 所以是零傷害 而且這邊也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在每一個發砲的劍殼當中 他都會有0.5秒的強制CD 所以你放置一樣的CD的武器的時候 就會被吃掉那0.5秒 那久而久之 你被長期吃掉的0.5秒就會很多 所以我們這邊會提上一個觀念就是 假設你用兩隻戰艦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一個是比較快的 CD比較快的 一個CD比較慢的 像錯開這樣子的攻擊時間 把整個攻擊的時間軸做一個波段的輸出 所以一整個 從16秒到20幾秒 這整段都會有輸出 然後也不會去搶到他們的一個強制CD 這是利點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可能有些戰艦 或是有其他的進轉 有額外的buff 那也可以透過這個buff 去強化說我們後面主力的輸出 或是前排的輸出之類的 例如像是山莉 山莉他在發炮的時候 就有機率會觸發 就是我方的戰艦會有額外20%增傷 那這個技能就是代表說他要先發炮 觸發這個buff之後呢 後面額外的戰艦在發炮的時候 才會吃到這個額外的增傷20%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要看說你後面擺的這些主力成員 是不是有一個技能上面的先後順序 這樣可以把我們的輸出最大化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例子 好 但再知道這個開炮的先後順序 有一定的影響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主炮的一個認知 首先傷害部分 這就是他傷害面板 一顆子彈打多少傷害 攻速就是裝鐵嘛 CD嘛 那火力值或是砲擊值就是直接加在面板上 會影響到傷害的一個屬性 再來彈藥就有分流彈或是高爆彈 那射甲彈或是穿甲彈 這種不一樣的彈種 那彈種不同 彈藥的飛的速度也會有所不同 射甲彈飛的比較快 再來對甲倍率 輕甲 中甲 中甲 很明顯這個流彈或是高爆彈 對於輕甲的傷害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射甲彈呢 其實對中重甲這個效率會是比較好的 所以一般而言 因為流彈它會有一個點燃的效果 所以如果把點燃的效果也算進去的話 整體而言其實 流彈的裝備相較於徹甲彈 會來的比較優勢 因為它點燃效果還有它主炮的效果 其實加起來傷害都會優於徹甲彈 那徹甲彈的優勢在哪裡呢 徹甲彈的優勢就是在於說 比如說你要在短時間內去擊爆某些BOSS 是在比較短時間 你根本沒有時間去讓它跳點燃 點燃一次要跳完是要15秒 所以你在短時間之內 沒辦法去跳完點燃的話 就必須使用這個徹甲彈 相信有打過那個艾塞克斯的應該都知道 那個時間60秒之內 你不可能跳完多少點燃 所以用徹甲彈可以取到一個比較快速的一個節奏 再來剩下就是這個破壞範圍還有投射範圍 散步範圍之類的 那我接下來用另外一張圖來解釋一下 什麼是破壞範圍或是投射範圍 什麼是破壞範圍 就是說這一砲呢 它在多少這個範圍面積內可以造成傷害 就是AOE的範圍啦 這一砲打出去 兩顆子彈三顆子彈它能造成多少範圍內的一個傷害 那另外一個什麼是投射範圍 投射範圍跟散步或是散射範圍其實是一樣的一個解釋啦 這只是說每一砲它打出去 它不見得都是打在同一個點上面 它會有一個X軸或Y軸上面的一個偏差 然而你的投射範圍越大的話 偏差幅度越大的話 就代表說它的散步啊 它投射的偏差的這個位置會非常的大 等於說它就是東閘西閘的這樣 那如果你的這個投射範圍 數值比較小的話 等於說它的散射範圍比較小 代表說它投彈比較精準 它面對單一敵人的打擊的時候是比較精準 那範圍大就等於說它打的範圍也很大 這種投射範圍散射範圍比較大 代表說它命中率 命中單一敵人的這個命中率 相對是比較弱的比較低的 但是如果你打一堆人比如說打到中 這樣子的散射範圍其實是還不錯的 那如果打BOSS的話 當然是選擇這種投射範圍相對比較小的 對於命中敵人是比較有效的 好接下來教你選主炮的一個方法 前面我們有講到 如果你是雙戰劍的一個組合 我當然希望它兩把炮的這個發炮時間是錯開的 你這樣可以做到不錯的一個波段攻擊 那另外選炮的另外一個機具呢 當然就是看我們的戰劍 它這邊會有所謂的速度重視還有傷害重視 那為什麼選這兩個主炮 這兩個主炮就是最基本 在傷害以及速度上面都是非常穩定 而且好取得的一個主炮 所以以這兩個主炮為基礎 再去做後面的一個延伸 好首先為什麼我們需要速度重視的主炮 當然我們看到比如說像是有發主炮彈幕的 這種戰劍 無德啊長門他們都是在發炮的這個瞬間 有機率會觸發這個發炮彈幕 所以當你的速度裝填越快的話 那它發炮這個彈幕的這個機率 當然次數也可能會隨之的提升 另外一個是傷害重視 就是沒有這個彈幕的這個戰劍 他們純粹就是靠自己主炮輸出的 比如說像是鐵比茲啊 像是這個驗戰啊 他們就只有主炮的一個優勢 他們的效率比較高 機機儲火力比較高 所以單單只用主炮來做傷害的 就是屬於用這種MK6 來做一個傷害的選擇 剩下的就是所謂的20秒彈幕 像是這個華盛頓啊或是阿拉巴馬 他們基本上不靠發炮 所以也沒有說一定要靠主炮輸出 所以這種20秒有機率會觸發彈幕的這種船 所以他可以使用這個速度比較快的 或是主炮傷害高的 這兩種去做一些選擇 不過後期啦 練到120之後 雙點隨著比較高之後 一般來說都會選擇像410這種速度 相對比較快的 這樣比較不會重疊到 也可以符合說我們前面講的 分攤這個傷害的一個時間軸 好 接著我們從這個速度重視的這個410開始去講起 首先當然最基本的就是這個指示10 那當然也有裝填攻速很快的這個381改 這個又稱為我們的胡德炮 那也有這種就是射甲彈版本的380 這種都是裝填攻速非常快的 很適合拿來打彈幕 不過他基本這個主炮的傷害就非常的低了 所以你可能會犧牲到你主炮的一個傷害 萬一沒有打出彈幕的話 基本上你的戰艦的傷害可能就不是這麼好看 所以呢 在這個指示10之上 當然有所謂的科研炮 像是這個科研 27可以研發的這個406 又稱作大體炮 還有這個四座305 這個是三級科研 這個又稱為奧丁炮 這個是在速度還有傷害上面 都是在這個指示10的上位版本 當然側甲彈有這個27可以研發的這個彩炮 所以他是側甲彈 在速度還有傷害上面 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表現 好所以我們這邊看到了 就是以這個指示10為基礎去做你的選擇 你要發炮快一點的 或是選擇上位 尖合這個射速以及基礎傷害的這種上位炮 大地炮也好 就看你當下你要怎麼去配合你這個戰艦的一個發揮 主要就是這個發炮彈幕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單單只是依靠主炮傷害 以這個MK6為主的又要怎麼選呢 好首先MK6就是這個榴彈的版本 跟它等同相對的就是一個側甲彈的 這是三級可以使用的這個406三連裝 這個就是差不多是側甲彈的一個版本 那二級這邊也有個410 那還有這種4-381 一個榴彈一個側甲彈 基本上它都是下位版本 科研二級都是下位版本 所以這個階段目前這個階段 紫色的MK6還是最好用的一個榴彈炮 那側甲彈版本就是三級科研的這個406 而二級的這兩者 這基本上就是拿來過渡的 當然啦 以這個輸出為主的話 其實上位還有這個彩炮 所以你會看到彩炮在速度以及傷害上面 都是佼佼著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彩炮 要這麼難做的一個原因 當你做出一個彩炮之後 基本上你擁有速度還有傷害 就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武器 好接下來就是已經有做系統分析的一些主砲 那其他主砲呢 基本上都是屬於專武的 像是這個喬武用的這個356啊 還有浪霸用的380啊 甚至這個馬賽卒賽用的這個金406都是 所以有些你在剛剛那些途徑沒有看到的砲 基本上都是屬於個人專武用的 那個人專武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給他用才會講 那其他人用基本上發揮不太出來 那這邊會有一個這個金410雙連 這個是打散彈用 這個我定義為是一個練前排用的一個角色 因為這個只410他打散彈 基本上傷害不是那麼好看 也就是因為他的傷害低 所以他不容易減MVP 容易可以拿來做為練前排MVP的一個手段 而且是給這個約克用會有不錯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認識更細節的一些東西 我有做一些表格 這些我都貼在這個DC群裡面 都可以找到這些表格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到DC群裡面去看一下 然後經過前面的講解 相信你對於主砲應該有所認識了吧 什麼時候要選快的 什麼時候要選慢的 還有一些條數的一個基本觀念 那我這邊就出一個回家作業 假設今天有驗戰約克還有三立 這三個人呢 誰要先發砲 他們的先後順序由快至慢 你可以把這個順序寫出來嗎 留言留在這個底下的留言板 那下一次再介紹其他主砲相關的這個科技的時候 我會再來對答 好了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